民众党假账仪云全推给会计师端木正自行调节 在切割时任财务长李文宗 近日说要请第三方协助查核 发行给台北市会计师工会 但 绿伟林军现在就发现 工会里会计审计委员会的执行长端木正的名字又出现 只算毫无公信力何必做白工呢 陈欣建议去找朱主席求救 现在救得了你们的恐怕只有他 科大主席真是太荒谬了 如果你犯了法 难道说你同样要发一个函 叫台北市的律师工会派出律师来帮你打官司 来帮你辩护吗 端木正会计师已经现在交往后船 就算他在轮值名单里面 我们也会把他派出在外 明天的一早就我们轮值的名单上面 一一的来联络 看有没有会计师有意愿 工会不让端木正协助查核 民众党已反击林郡县误导舆议论 工会会轮派会计师来协助签证 但科粉大妈老司机看到新闻推播都留言 Oh my God 前党员张乔宇则算 最后一次考验危机处理分数还是零 民众党已经没救 还有人直接点名公正第三方 应该找他 罗鼠磊接球就看科文哲点不点头 民众党夹账风波延烧 想找到公正第三方会计师 解决党内烫手山芋怕事 南上甲南 三选黄胜许全台北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